Microbit的硬体介绍 那我们来在危机上面 如何讲Microbit 那我们查到的危机 目前来讲繁中切换有点难度 所以我改Google翻译来给大家看 那Microbit是大概在2016年 大概就是三年前推出来的 首次交给老师是2016年2月 它大概长这个样子 它是基于ARM的作业体系 也就是说它是ARM的CPU 那由BBC公司设计的 那为了教育单位 来设计的 一个 设备 那它有 加速传感器 磁力传感器 蓝牙 USB连接能力 还有25个LED 显示屏 两个 两个按钮 可以用USB或者外部电源来供应 输出的部分 输出和输入 它包括了 缓孔连接 缓孔连接器和边缘连接器 就是这个 有个圆圆的洞 然后 边缘连接器是这个 那它的大小大概就是 4乘5 4公分乘5公分 那我们实际的 大小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实际看到的 设备 就长这样 两个按钮 25个 LED灯 背面还有一些 G-Sensor 温度感应器 还有磁感应器等等 那这边多一个 这是USB设备 连接口 外接电源 这边有多一个reset的按钮 这reset按钮 那这就是简单microbit 简单的一个设计 硬体的设计的概冠 你会购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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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